LV卡密分享这里的产品 大部分已经穿了 因为我买了一段时间 你可以追踪我instagram 因为我日更新的比起拍片的话 可以看看我新的包包 鞋子 我会放连续在这里 如果你们还没追踪的话 在这影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给一个like我 我们现在事不宜迟 由小小的开始 就是这么小的 其实我已经知道是什么 就是拿这个袋子入住 是饰物 我很少买饰物 但这个真的忍不住 因为我很喜欢chogers 贴着颗子 不同颗链 因为有时候穿一致薄的衣服 颗子会很空 因为已经露过肩膀 不同的这些 所以我觉得有这些chogers 是一个很好的衬托 这里有五个类似窝钉的东西 上面写着LV 而后面是这样的 它皮的带 应该说canvas 它们不是真皮 有一些LV的图案 没有写LV的logo 但它们的零形圆形 超级LV的整条东西 整条东西 扣是金扣 而且LV也比较 出更多金色的气 而后面尾尾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 希望能focus 就是这样写着LV 这个锅钉 其实是可以更换的 因为它随盒也会有这个 一个这样的东西 其实我已经打开来看 因为起初也在看是什么 很漂亮 是一个这样的铁盒仔 金色的 接近镜子 这样一打开 它有镜子在这里 但我还没剥过纸 所以有点默默 它有两个锅钉 可以去更换一下 两个锅钉的颜色也有不同 同一个是银色 另外那个 也好像是金色 应该是一样 我不太肯定了 就是这样 拆出来 就是这样拧螺丝 让我给你们看一看 就是这样 每一粒都可以这样拧螺丝 这样去更换 这么久的 OK 差不多了 就是这样 拆了出来 看不看得到 下一样小小的东西 就是 这个盒子 这个 我已经知道是什么 已经卖了屯市 很难才抢购到 就是这样 小小的 猜不猜到呢 哇 啊 掉转了 就是这个了 就是小小的 Petitmo 的 mini 迷你版 不知道有没有读错他们的名字 但是这个盒子 是他们最经典的 大盒的 这个 这个是mini版 这个是classic 颜色 就是monogram 再配上这个金扣 很小的 这个 打开 跟大那个也是一样 其实也不算大 那个也很小 就是这样的 看看 它有一个 这样的金链 可以当它是锁匙扣扣 或者再配一条长一点的带 真的可以当是斜背包 不过也预计 这个真的很小 可以用来装卡片 真的可以当是包包 但预计可能是放几张卡 再加一些润唇膏 这样就没有位置了 然后里面的设计 就是有一个格子在这里 但是没有拉链 这个真的超难买 很限制 第一个 这个包包 是有少少瑕疵的 好像有三个位置有瑕疵 但大部分已经解决了 有些胶水跡 那些 来个近镜 他们的设计 真的跟Pittimole原装 的尺寸一样 好像这样保护着 然后旁边 后面 我还没用这个 其实 因为太小了 这个 而且我也见过一个大发 当它好像腰包那些 应该我不会用这个方法 可能我会当是斜背包 这个挺有趣 很小的 下一盒 我其实已经知道这个是什么 但我忘了是哪一个 款 就是他们的 Bando 他们叫 Hermes叫Twilly 这里叫Bando 就是这个 红色的Monogram 因为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Monogram 这个花 而后面 有这些包包 有很多 其实我每一个 Pershem Matisse 已经跟一条 这些 Bando 但这个真的 不买不行 我也知道我可能 遲些会再买 Pershem Matisse 所以先买 因为这些 买完就没有了 然后是红色为底 白色字 来近镜的包包 全部都是圆形的 圆形盒子袋 这个Bando 是尖头的设计 因为有时候Bando 是平头 而且这个是右身版 好 我们现在进入大盒 少少 就是这盒 猜不猜到呢 撕带已经没了 所以已经穿了 而且我已经 我的带也不收进去 太懒了 是不是很容易猜 这个 哇 是一个Petitmo 是这个红色的 京痴Supreme的feel 他们红黑 这款包包在LV 算是挺贵的 如果对比鱷鱼皮 那些更贵 但这款盒子袋 因为他们是人手做的 所以手工很贵 这边有三个图案 类似小鳥 飞的图案 是白色的 而且它的气是金气 而旁边跟刚才的mini 是一样的 也是这样保护着 耳后边 另外那边 这个开发 也是跟刚才的mini一样 按这两个按钮 然后就这样 而且它这个 是有一个磁贴的设计 所以不用怕它无端端 因为它本身这个开口是磁贴的 看看里面 超级小 它有一个暗格的 也是放东西 它里面这个是皮 是一个浅色的皮 所以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这个包包真的很小 因为始终它是一个很硬的质地 而且如果摆不下的时候 平时可能是canvas质地 也可以塞一些东西 这个是塞不到的 因为真的塞不到 完全 所以它才有这个磁贴的设计 所以你可以 盖上这支扭 但是很经典 这个款式尤其是monogram 放得下一个卡片套 比起我刚才这个 这个超级迷你小 而且可以放到两支唇膏 可能一支润唇膏 再加一支唇膏 而且我的奶妈充电器 都能放到 因为我那个是超级薄的 差不多 如果想再放电话 应该不能放 如果拿走奶妈 应该可以放到电话 我只是一个机不离手的人 所以能不能放到电话 其实对我来说 也没什么所谓 对 我宁愿会戴奶妈 因为真的没碰的话 就糟了 就是这样 而且我忘记了 上面给你们看 而且他们的底部 超级实正 这个 而且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质素 真的非常好 下一盒也是同一个盒 进来的 又猜不猜到呢 就是拿这个布袋入住的 就是这个粉红色的 这个其实跟Petimo 是差不多的款 但这个是软身版 价钱方面 这个比起刚才那个眼盒 没那么贵 因为始终 可能材料那些都不同 但这个真的很漂亮 起初我也在想买不买好的 因为看照片的时候 粉红色不是我喜欢的粉红 但看真人 是很漂亮 这个粉红色被他迷住了 而且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方形的设计 我慢慢开始喜欢Chanel的圆形的包包 但LV我也没感到有兴趣 对他们的圆形 真的对他们的方形 极度有兴趣 这个前面就是这样 他们也是以金气为主 而且可以看到他们的设计 跟刚才那个真的差不多 他有三个类似小雀的东西 但是黑色 而旁边他有两个格子 好像风琴的设计 而后面 旁边 下面 他不是平的 上面是一个圆拱形的 开的时候也是一样 就是这样开的 好了 就是这样 这个其实我没用过 所以带还在里面 里面的设计就是这样 分别有两格 里面也是皮製的 有没有暗格呢 这个 这个也有一个暗格在这里 这个暗格是粉红色的包包 一个格 这个皮製叫APPY 很新的 这个 真的完全 没用过这个 而他的带 有点不同 他不是整个皮製 因为刚才给你看的 就是全条皮製 这个 他有这个 这样的 尾部 这里 两边都有一个 这样的铁链金器 这样 而且他 收拾的方法 跟刚才那个 不同 那个不是有磁石 这个是这样 拉链 然后再收拾 这样的 好漂亮啊 这个 粉红色 好了到最后三个东西 这三个东西 都是鞋 其实我已经穿过他们 所以我不要放在盒子上 因为始终骗了 穿过外出 然后第一双的鞋 就是 哇 ARTLIGHT 这个款 粉红色 超级漂亮啊 这个 这个是他们最近很流行的 一个款式 让我先放下这个鞋 这个款式 我已经有他们 最经典 Monogram 但这个也忍不住要买 因为他真的 他有这个Monogram 在前面 再加上他有棗红色 再衬托这个粉红色 整对很有型 而且他后面这个位置 也是Monogram 这个款式全部都是 双重鞋带 而鞋带是这样 他的尺寸我记得是 对 true to size 我又穿我自己的尺寸 36号 而后面有少少皮 而且这一双鞋 其实真的很帅 但穿出来 就要看回来 因为他这个位置比较高 所以穿出来 其实会拍到脚有一点短 所以拍照的时候 要非常好的角度 因为有点像是短靴 但我真的忍不住去买这个 虽然穿出来的脚 不是很长的 但真的很漂亮 而且这个款式也很红 很潮 变了潮筒 下一双鞋 就是这一双 这一双 其实起初犹豫买不买好 因为听说很重 这双鞋 而且这双鞋为什么这么重 因为他有内衫 这一双内衫应该有两寸 我不肯定 但穿出来后 高了很多 而且脚长了 所以鞋会比较重 所以如果去走很长的街 未必适合这一双 我真的很喜欢LV的Monogram 尤其是他们Reverse的Monogram 就是这个浅啡色 他们的鞋头是这个设计 而旁边有这个太大的LV Logo 但以白色为主 而后面也是这个浅啡色 Reverse Monogram 而且你看真一点 这个鞋有点害皮 这个位置 因为我其实 不太喜欢害皮 但这一双不是整双都是害皮 所以也可以接受到 而且始终它整个款都很漂亮 它后面这里 是金色的 也是写着LV的 而且有点胶胶的 看到吗 整双鞋的设计 这个非常有设计 而我穿的尺寸 也是36号 但我记得这个鞋 因为我是有点松 一点点 但又穿不到35号半 所以我有鞋箭 就是这个 如果在美国 如果双鞋不适合尺寸 不知道香港是不是这样 而里面是白色 我穿过外出 但不是说走很长的路 所以我也觉得它不重 而且真的拍照出来的时候 不用低炒得这么多 因为它已经给了一些高度 而且它的鞋底是这样的 盛队鞋是超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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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一对鞋很厉害 它们代表颜色是红和蓝 它整对鞋都是monogram 它也有出一个经典款 就是没了这些 那一对我也有 我都很喜欢 因为超喜欢monogram 加上这些patches也很有趣 所以买了这一箱 后面就是这样 而且漏了 它的lv在这里 还有写着的 这一箱鞋我穿的尺寸是小一点的 是35号半 在LV買鞋的時候也要試真一點 因為我發現LV的鞋好像偏大一點 要看那個款式 很多時候Chanel都是True to size 36號 LV真的要試真一點 我的鞋帶帶髮也是內涉 正面就是這樣 LV正正在這裡 而鞋底 我忘記說我還買了這件衣服 因為放在一邊 這件衣服的尺寸是S 因為這款是極爆紅 已經斷了 雖然這件有一點大 但也可以接受得到 裡面的質地比較厚 可以看到是毛毛 這個很漂亮 這條影片就完成了 希望你喜歡 而且在這些包包和鞋裡 你們最喜歡哪一個包包和哪一箱的鞋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這個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Follow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Facebook 微博小紅書 BillyBilly 拜拜 拜拜